市拼赛孙颖莎首秀发挥稳定4比0横扫对手得开门红 北京时间11月25日消息 2021年休斯顿市拼赛继续进行 中国的孙颖莎在第二轮4比0轻松获胜晋级 孙颖莎首轮轮空直接晋级 第二轮遇到中国香港的吴颖兰 虽然是这次市拼赛的首秀 但孙颖莎进入状态很快 首局他迅速拉开比分0跑 以11比4先下一场 第二局孙颖莎继续占据主动 他早早确立优势 以11比2再下一场 吴颖兰在第三局放手一搏 他频频采取搏杀 孙颖莎的主动失误多了一些 这让场上比分接近 在最后时刻孙颖莎展现功力 他把握住关键球以11比9拿下 总比分3比0领先 第四局孙颖莎气势如虹 很快以10比1领先 吴颖兰追回两个赛点 孙颖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他以11比3赢下 从而以4比0获胜晋级 其他女单比赛中 德国的善小娜以4比0战胜法国的查塞林 第三轮李善小娜将与陈信同相遇 美国的张安和艾米王都在这一轮获胜晋级